聆听盛世国乐奏响永恒经典 让我们一起 我是节目的国乐训乐人梁永斌 欢迎大家 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节目 我们榴莲在故乡的旧日时光当中 满场的温暖和乡愁 那今天的主题呢 就叫做 都说音乐无界限 好的音乐可以说是国际语言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和国乐进行一场对话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 我们国乐鉴赏团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著名国乐演奏家方锦龙先生 方锦龙 从一四十年 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十面埋伏 敬夜思 灵安遗恨 琵琶行等 国家一级作曲家 二胡演奏家 辩留念先生 辩留念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音乐总设计 代表作品 今儿高兴 愚公移山 欢乐中国年 心情不错 让我们舞起来 英雄水鼠等 文史学者 郭冰如女士 郭冰如 文艺评论家 代表作品 传统的光影 寻找一种叙事方式 人民的音乐家 显星海等 英国立物浦大学 流行音乐研究所博士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 博士后 王潜先生 王潜 国际流行音乐研究协会 ISPM 会员 代表作品 摇滚危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摇滚音乐研究等 第一首敬演的乐曲 是带着 侠客之风而来 一个侠客 为了自己的妻儿 阔别江湖 以抒发 来抒发自己的仇怀 在侠谷担心 和乱云飞白的背后 我们的战队 又怎么样 来解读 这段经历呢 我们有请 龚罗新艺术乐团 我们选用了一首 咸乐四重奏 与琵琶的 这么一首作品 侠心非白 咸四是小题一 小题二 然后中题大题 这次呢 我们把小题二 变成了一个高音声 然后把中题琴 变成了一个中音声 这个呢 是一个中西方乐器的 一个结合 琵琶的代表作品 都是十面百幅 它是有一种战争场面 它可以表达一种震撼力的 琵琶是有这个 大猪小猪 落玉盘 可以优美 又可以大场面 那么在侠心非白里面 也有优美的片段 也有大场面的片段 技巧上 哎呦 这个对琵琶演奏家的技巧 要求也非常高 它的手指的灵活度 可以说不弱于忐忑 对声乐演员的挑战 我非常喜欢这首作品 运营八方 我想这个八方的意思就是 可以吸纳吸引 全世界各地的演奏家 所以说我们这次 就请两位外籍的人士 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来完成这么闲似的 这么一个声部 我真的喜欢中国的音乐 我觉得它很感激 即使它很快 它很感激 它很感激 很严重 很严重 它是一个宝贝 这首作品 从北京的国家 我们没有想到 什么是音乐 特别是古代的音乐 我非常喜欢 之前在北京 我们也是经过了 很密集的排练 然后一直到广州 这边来了 天天都有 大家都在一起磨合 然后大家能把音乐当中的 细腻的东西 都能够排练出来 所以说我对这一次的呈现 我还是蛮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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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蛮有信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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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